1. 水晶 3. 某年 3. 某年 4. 某年 我真的超獨懶過年出國的人 為什麼 你過年出國過嗎 就是因為沒有 等一下 出國就出國 還要給我打卡 就說喔 我這飛機機場人好多喔 大家大家要出國 這真是好可憐 你也可以出國啊 我們就是不能出國啊 為什麼不能出國 你兩個人 鹹鹹的為什麼不能出國 我跟你講 我以前都覺過年不能出國 就很大逆不道是不是 對 因为你至少一定要在国内享受这个 你这个年夜饭吃完就跑的人 在那边跟我讲大逆不到 我很常听我朋友带那种爸妈出国 回来都会想要殴打爸妈 为什么 因为有的爸妈可能出去之前都说 快点啦 你们牌就好 出去之后就会 很有主见 没错 来 怎么玩 第一个建议来 第一个建议就是 排行程的时候不要排太满 不要什么都想去 那像那种儿童乐园 跟动物园这种感觉就人比较多 而且小朋友也要走啊 没错 推车 没错 推车 推车是最重要的工具 推车是一定要带的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去员工旅游 那个北海道那一次 蔡陶贵就是不走 我就只好抱着他 然后走在那个雪地 冬天你知道多难抱吗 因为你穿很蓬 然后你有羽绒衣 他也很蓬 所以你要抱一个小孩 你要知道有多吃力吗 那为什么那时候还不知道 要带推车 那时候想说 反正去你就自己走啊 雪地也不能推啊 对 雪地不能推啊 原来如此 对不对 然后我们那天从动物园下来 他立刻去阿卡奖买了一台推车 马上要买 管他能不能推 先买啦 不管啦 你把推车绑雪链啦 挑选这个好战友 然后拍一个好星辰 然后挑一个好的推车 别府就是什么 温泉区啊 对啊 别府温泉啊 超多大饭店的 对 他妈的嘎哥很穷是不是 你就一定要选那种老旧的温泉旅馆 那很有感觉 那还比较贵 哪有比较贵 便宜到爆好不好 一个晚上一两千块是不是 就温泉饭店嘛 不是 你可以选那个有汤屋的 自己泡就好 你真的搞我吗 你看那个久妹去东京住的多好 我们那个我敢拍吗 丢人现眼 我本来看到久妹在四分的时候 我还心里想说 这顺什么 嘎哥也可以啊 今天一爆料 没有嘛 一个晚上四人房一千多块丢人 台币一千多块丢人 你车站还要走快十分钟 有够远的 请问一下李佩姐小姐 你在搞我 真的在搞我 生气 对啊 在搞我啊 好了 我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礼拜见啦 拜拜 拜拜